中二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中国东部山东省青岛市 会见了韩国外交部长朴振 表示中国愿意与韩国一起 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王毅说 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 两国历来是邻居 伙伴 双方要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稳定的大局 王毅指出 两国要坚持独立自主 不受外部干涉 坚持睦邻友好 照顾彼此重大关切 坚持开放共赢 维护稳定畅通的生产供应链 坚持平等 尊重和互部干涉内政 坚持多边主义 各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 坚持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 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调阵表示 韩方愿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相互尊重 促进平等互利 增进互信 开展开放包容的合作 使两国关系更加成熟健康